身为盗门最杰出的小道士 我偶然迷恋上了盗笔 当我拼命熬夜追完盗墓笔记时 结果发现三树流了无数的坑 还一直不舔 这哥谁谁受得了 反正我是受不了 我现在怨气可以媲美十个邪见仙 想着去长白山了却心愿 结果我怨气越来越重 引来了天雷 天上神明因为我的执念看不下去了 一脚把我提到了盗笔世界 长白山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中 突然间响起震震雷鸣 硕大的杜杰天雷冲着我的脑袋起来 一时间长白山陷入电闪雷鸣的飞暗时代 杜杰天雷一不踏错便是魂飞魄散 我感受到自己身体里的灵气逐渐充盈 最后身体里的灵气迈过那道坎 一不成神 然意外发生了 一道流光滑过 刚刚杜杰飞升的我 从登天梯上掉了下来跌进了一个虚无的黑洞 卧槽 贼老天 你害我 我的小哥 我的无邪 我的胖子 我还不知道结局呢 最终这声怨念消失在长白山 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此时 水镜旁 一个白衣少年看着黑洞消失的方向 笑得开心 你不是想知道结局吗 那就自己去看看吧 执念那么深 神界可不敢收你 少年拍拍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来的灰 直接欲空朝九重天飞去 此时 跌进黑洞的我只觉得自己脑子嗡嗡的 想我好不容易飞升神界竟然不收 我再怎么说也是天才之中的天才好罚 咚 众物落地的声音在荒郊野里响起 坑道旁拉着绳子的瘦弱少年 看着面前灰头土脸的少女一脸猛逼 这个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女孩竟然从天而降 这落地姿势竟然毫发无伤 应该是个高手 少年暗戳戳的看着缓慢爬起的我 而就在这时手上的绳子动了 一个红色的身影从坑道里冲了出来 凶神恶煞的朝少年冲去 一口尖锐的毒牙朝着少年就咬 此时缓过来的我揉揉眼 看着面前这个浑身血红的怪物 精神一震 好家伙 这是用解尸来迎接我吗 嘴上说着 但手上的动作更快 从乾坤袋里掏出一只玉笔灵空画符 单手指出 一瞬间解尸烟消云散 我意外的发现 这个世界竟然比以前自己待的世界灵气还充足 这感觉好像还不错 尤其是台比不需要自己耗费灵力的时候 果然 飞升了就是不一样 我抬眼看向刚刚那个少年逃跑的方向 无声的叹了口气 我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在哪呢 反正不是自己以前的世界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那就是 没觉得这里灵气的充沛程度比原世界强多了吗 我看了眼这群人刨出来的坑道 顺着坑道望下去 竟看到了尸山血海 阴气重的都能吃人了 好家伙 这小伙子刨坟呢 嘖嘖 可真行 我摇了摇头 顺着小道寻找出去的方向 虽然我飞升之后已经可以避鼓 准确来说金丹之前就能避鼓了 但我再怎么说也才只有二十岁 还有大把的光阴没有挥霍 还有很多美食没有品尝 就这样避鼓了我不太担心 走了一刻钟 我就看到一道城门 守卫懒懒散散的依靠在城墙上 手里还拿着烟枪 这清朝的服饰 让我生生生出了错觉 清朝 假的吧 我走到城门口 这群正在吸大烟的守卫 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就让我进去了 城中与城外竟然没多少区别 流铭 琴儿 卖儿卖语 这些旧时代的糟粕 却在我眼前上演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当经历断在路边 拉了个摊贩大娘就问了几句 当听到长沙 票子领着两个地名的时候 我以为是巧合 但一想到那个被写诗追杀的少年 这不就是三叔到底的开局吗 所以说 我来到了老九门时期 这不对呀 我的执念应该是老九门第三代的事情呀 这是 时间现早了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得亏狗天道没有克服我的灵气 不然还不一定能活到无邪他们那个时期 我表示对于自己的现状接受良好 去古代的房产中介俗称房牙子那里 购置了一套房产 属于前面是商铺 后面是住处 价格也不贵地理位置还优越 毕竟这地风水挺不错的 于是虎 本着来都来了 不看热闹都对不起自己的心态 我风风火火的开启了医馆 周六周天不营业 初一时五一枕 如果赶上周六周天会推迟一到两天 药材 我有 毕竟是一个拥有灵权空间的挂逼 医术 我有 毕竟出了法术我也就会医术了 现在场地我也拥有了 就差一张行医资格证 我一个拥有无数财宝的大佬 提留着一袋黄金直接去了府衙 在先任长官的帮助之下 拥有了一张行医资格证 没两天功夫 医馆就办了起来 作为起名费的骨灰级人员 这家医馆就叫有家医馆 这告示一出很多人便观望了起来 毕竟医馆不是旁的 要是不靠谱真的会死人的 直到我闲得无聊逛街的时候 顺手医治了几个起儿 众人才发现这小姑娘不仅会治病 医术还挺高的样子 医馆也陆陆续续来了不少患者 但总体来说 除了初一十五这种一整的日子 我表示自己过得相当舒服 几年后 蜻蜓败落 袁世凯当道后鸟没落 长沙陆陆续续的发展起来 无形中形成了既定局势 直到张启山带着军队进了长沙城 九门并利的雏形逐渐出现 这几年的时间 我的医术 也是受到了整个长沙城人民的认可 如果说不开心的事情 也就对门开了家算命卖古董的铺子 很明显这铺子是八爷七铁嘴的铺子 我无语的看着对面 捧着茶杯喝茶的骑铁嘴 平时往这跑就算了 今天胸膜哀 明明是我逛街的时间好不好 阿末这是要赶我走吗 我就在你这做一会会 你就开始黏我了 骑铁嘴吸睛上身 拿茶杯的手都微微颤抖 一副看似心汉的样子看着我 说来两人也认识三年了 算得上是好友了 当初骑铁嘴被日本人抓了最后 还说我给他治的伤呢 不是哥 我叫你哥了还不行 今天我胸膜哀 我都跟三娘约好去逛街了 你这一天天到底想干啥 往我医馆一坐就是一天 也不说事就搁着喝茶 我就都看你上几趟厕所了 我表示自己现在就像一个大冤种 拿起铁嘴这个老六毫无办法 前段时间我被日本人绑了 你还记得吧 骑铁嘴把茶杯往桌子上一放 压低身子 偷偷懵懵的说着 一副怕别人知道的他俩对话的样子 惹得我生出了一脑门子飞线 你伤还是我给你治的呢 这我能忘了 不是 你到底想说啥 一举弄死的可怜相 我狐疑的看了骑铁嘴一眼 那眼神就像他说柔弱书生 骗鬼呢 你知道我的 骑铁嘴看我那表情 就知道下一句要说什么 但是没办法 他当年既然选择了阴阳八卦 就得放弃些什么 这有些因果他也是沾不得的呀 所以你找我为了啥 我就是一大夫 我能帮你啥 我比你还柔弱好吧 我顿时觉得脑门子有点嗡嗡的 总有种交入不慎的感觉 一个大男人来一女大夫 这寻求保护 他是咋想的 找我还不如找张启山呢 人家还有兵呢 阿莫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 你孵化的不是挺好的吗 骑铁嘴紧张地搓着小手手 一双狗狗眼 透过镜片亮晶晶地看着我 大有一副你不给我 我就哭给你看的架势 当初骑铁嘴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就觉得这人挺奇怪的 命格什么的什么都看不到 甚至越往你看反射越强 就像凡人窥探仙人的感觉 而且看到我店里的摆设 骑铁嘴就像是发现真相名一样 断定我一定是个隐藏的大佬 直到我给了二月红的徒弟 陈皮一张黄服之后 间接地佐证了骑铁嘴的想法 大佬远瞧着就能感受到 那张服的力量 呵呵 你可真行 等着 我起身进了后膛 拿出黄纸和玉笔 顺手都给他画了两张 然后从乾坤袋里咔咔一顿乱翻 找到一块杨之玉佩 顺手给他加了两道服 看了看确保无后转身去了前厅 骑铁嘴看着我放在桌子上的东西 眼睛里闪着亮光 这是这三张辟邪 这三张保命 辟邪的是雷符 裹符和驱逐符 保命的是盾符 刀符和改良版的精雷符 炸个小分队是没啥问题 还有这个你收着 治愈和保命用的 就算被炮筒子对了 也死不了 但这东西是有使用次数的 只能用三次 没事就带着自动保护技能 还是挺好用的 我给他介绍了一下 自己画的这些符咒 这个世界灵力充足 画那么一堆都不带喘的 所以我很大方的 多给他搞了点 这多不好意思啊 嘴上说着不好意思 手上动作不慢 手脚麻利的 往自己兜里揣声 怕我再给他夺回去 所以现在我能去 跟小姐姐逛街了吗 我实在不想再看他这傻样 出眼打断齐铁嘴的傻笑 你看看 这不是耽误你出去玩了吗 我这铺子里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说着 把茶杯了的茶水 一眼而尽 顺手抱起桌上的茶叶桶 拍开衣服上的褶皱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慢悠悠的夺回了自家铺子里 看得我恨不得上去给他一拳 自从齐铁嘴走了之后 霍三娘有事在忙 这逛街也是不了了之 这一日 我看完最后一位病人 正准备关门 就见一个穿着长裤短挂的少年 蹭蹭的跑了进来 看了我一眼 手脚麻利的从背上挤下贝褂 这是刚抓的螃蟹 你不是爱吃这个 我都给你带来了 少年虽说的无奈 但脸上的笑意不减 我瞥了眼这个别扭的小孩 开开心心的接过少年手中的背搂 按戳戳的抬手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士 摸了摸少年的脑袋 娜娜 小皮现在连姐姐都不叫了呢 姐姐真的好伤心哦 作为补偿就让姐姐摸摸你脑袋吧 说起来 我跟陈皮的相遇 还是挺有戏剧性的 我作为整条街最闲的人 听说城外河边的螃蟹超级肥 于是躲着老年步就去掉螃蟹了 而年幼的小陈皮 为了给自家奶奶赚钱买药 也去了河边抓螃蟹 然后两人就戏剧性的相遇了 之后 一来二去两人熟了之后 我顺手就给陈皮奶奶看了病 虽然最后老人还是没了 但走的还算安详 这时候的陈皮还是个好的 记着我当初的恩情 没事抓了螃蟹就给我送来 而我也不能近赚人家便宜不适 就给了他几张符明明契约保平安 所以陈皮也成了除了骑铁嘴之外 唯一一个知道我是大佬的人 毕竟 在外人看来 我就是个会三脚猫功夫的文弱大夫 谁能想到这货能徒手思雪师 都是姐姐 陈皮无奈的看了我一眼 嘴里嘟囔着什么 我沉浸在脑袋的手感中压根没听见 最近跟二爷学本事学的怎么样 以后能不能保护你姐 毕竟你姐我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万一有人伤害我可咋整 陈皮无语的盯着逐渐细经附体的我 但说不说 我不愧是能跟骑铁嘴做朋友的人 这细经程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不会的 你说啥 陈皮这话说的声音太小 我表示压根没听清 我说不会的 我会保护你的 少年因为这话脸憋得通红 闷闷的又把刚刚的话说了一遍 羞怯的打掉在自己脑袋上肆虐的手 转身就朝门口走 这就走 不吃了饭再走 今晚上我给你做蟹黄面 我烫了口气 好笑的对着这个别扭少年喊道 你既然邀请我 那我就不客气了 前脚迈出医馆的陈皮 瞬间收回脚 提起地上的背楼就往后躺走 这嫌熟程度不说是练了 百八十遍都没人信 螃蟹我直接给你放厨房了呀 往里走还不忘跟我说一声 知道了 我无声笑笑 便把医馆给关了 最近医馆也没啥事 我抬头看天万里无云 却有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这种感觉自从张启山的军队进城之后 就越发明显 看样子 剧情要开始了 佛夜府上 被张副官低流来的骑铁嘴 安静的坐在沙发上 一阵无力呀 他今天被张副官低流来的时候 可是看见陈皮那臭小子 逮着背楼进了有家医馆 今晚上体定有饭吃啊 不得不说 我看起来像不食烟火的样 但认识我的人 谁不知道那一手厨艺 可是相当的惊人 错失蹭饭机会的骑铁嘴 相当的不开心啊 本来看张副官不顺眼 现在更不顺眼了 我说八爷你为啥一副 要生吞活泼的眼神 我是受佛夜的命令去找的你 而且佛夜府也是管饭的好吧 张副官委屈巴巴的 看着一脸凶向的八爷 今天怎么感觉怨气这么大 那饭呢 你知道我今天损失了啥不 损失了阿末的一顿饭啊 要不是你 我早就去蹭饭了 那家伙今天可是难得下一次除 骑铁嘴委屈巴巴的 控诉张副官的种种行为 而从未见过骑铁嘴 细经行为的张副官表示 他的世界观裂开了 不是说八爷只是跳脱了一点点吗 他应该还没有老八 挺年轻的呀 这就跟不上他思维了 难道聪明人都这样 逐渐陷入自我怀疑的张副官 根本没有感受到张启山的到来 而本来打算直接说事的张启山 看着自己副官被忽悠的 一阵一阵的顿感头大 骑铁嘴这吸经属性他以前见过 当时救了骑铁嘴之后 就把人送到了有家医馆 当时我的名头不是很盛 但骑铁嘴却指明要去哪 当时看到大夫时只是觉得奇怪 但看见两人的相处模式 和骑铁嘴的老六行为 张启山一度以为 自己的认知出现了问题 但发现骑铁嘴跟别人相处 还是以前的样子 才惊觉那位大夫是不一样的 又过了几年 长沙城逐渐平静了下来 陈皮拜了二月红为师 同年二月红娶了丫头 算得上是九门中第一个成亲的人 霍三娘在二月红成亲后 就对她死了心 一心一意开始发展霍家的势力 骑铁嘴往驿管跑的频率越来越高 有的时候还带上张副官 我总觉得两人之间有什么秘密 长沙这些年在张启山 这个不防官的带领下 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终归是日扣进了城 直到1933年秋夜晚 一辆鬼火车驶进了长沙城 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宁静 佛也不好了 昨天夜里一辆车门 全被焊死的火车开进了城 里面的人好像全都死了 一个小兵风风火火的 跑进来低声跟张启山说着 旁边的张副官神经一震 便快速看向张启山 走 去看看 张启山快步朝鬼火车的停靠方向走去 身为长沙城的不防观 对于民众的安全是要负责的 但现在平静了多年的长沙城 突然间出了事 总有种风雨欲来的既视感 这件事情要是不快点解决 估计是要坏事了 日山 你去把八夜一块找来 扭头朝旁边的张副官说道 骑铁嘴精通骑门八算 要精通各种古董知识 再加上对危险的极度预知 这种情况带上他百利而无一害 而此时正在有家医馆的骑铁嘴 不知道已经有麻烦找上门了 则 有麻烦来找你了 我清理了口茶水 笑眯眯的看着骑铁嘴 这种骑铁嘴吃瘤的事情可不好见 作为最佳所有 我对于张副官即将来寻骑铁嘴之事 我倒是略见其成 啥玩意 你又算到啥 骑铁嘴瞬间觉得嘴里的小点心不香了 毕竟虽说自己擅长骑门八算 但有些事情可是模棱两可 测个急凶还是没啥问题的 但自己我就不一样了 我这算的可是直接算天机 连一些细微的情节都算得到 这未来在我眼里就跟真实发生了一样 这就是先凡之间的区别 但这是骑铁嘴不知道呀 只知道这货算得极准 他还请教过我不少问题呢 知道昨晚上长沙城进了一辆 全是死人的鬼火车吗 知道啊 这是跟我有什么关系 骑铁嘴一脸猛逼 但接触到我那细血的眼神 只知道因为啥了 不是 我这算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吗 自从跟我认识之后 骑铁嘴这张本来就管不住的嘴 又学了些新鲜碗鱼 更是巴巴不停 这是注定的事情 佛爷身为长沙城的不防观 一定会彻查这辆鬼火车 而你作为长沙城中 最为精通骑门八算和危险预知能力的人 再加上跟佛爷这关系 他怎么着也会拉你下水 所以命中注定的是逃不掉的 我慢悠悠地喝着茶水 看着骑铁嘴从挣扎到平静 然后默默地喝了口茶水 准备等张副官来接人 为啥骑铁嘴知道是张副官呢 还不是因为张启山深知骑铁嘴的尿性 除了张副官估计也就他自己能治得住这家伙了 张副官也没让骑铁嘴等多久 每一会儿功夫就看见一个身穿军装的青年 急冲冲地跑了进来 对着骑铁嘴就喊 八爷 快 佛爷有紧 喝的茶水都干掉的骑铁嘴 甚至都预想到这货第一句话要说什么 相当无语的看了眼镜门的张副官 突然眼珠子一转 对着旁边看戏的我就来了句 静哥这看戏呢 走吧 我跑不了 你也跑不了 说着 就一把把我拽了起来 平时看着瘦瘦弱弱的一人 竟然静这么大 这是可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不是 你咋这么狗呢 我一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的弱女子 你让我跟你去干招 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我实在是不敢置心 这货今天还想着拉我下水 虽然我能顺手斩断因果线 但毕竟挺费劲的 而且我也没想过暴怒啊 弹珠吃虎他不香吗 我跟你说我跑不掉你也跑不掉 你这算命水平可对我强太多了 而且你也算身怀绝技的大佬好吧 想开一遍 你还是跟我一块吧 还不等我多说直接把人带上了车 还从车下站着发呆的张副官挥手喊道 副官愣着干啥 还不快走 被骑铁嘴这一喊张副官迅速清醒过来 开门上车打开油门 搜一声车就开了出去 这动作不是一般的熟练 生怕车上两人跑了一样 虽说在张副官眼里我没啥战斗力 但是骑铁嘴这个惜命的家伙 既然一定要把人带上 那就说明这位莫大夫绝对是个高手 张启珊刚从火车上下来 就看见张副官的车开进了火车站 便站在原地等骑铁嘴下来 没多会功夫 兴高采烈的骑铁嘴 拽着身无可恋的我就下了火车 这一看就是骑铁嘴声拖音拽给带来的 老八 你这是张启珊不同意的看了眼骑铁嘴身后的我 对于两人的关系九门中人都心知动明 知己好友 而且是那种急损的存在 但他实在没想到骑铁嘴已经损到这种事情 都要拉人家姑娘下水 佛爷 这你绝对可以放心 我带着他比较有安全感 骑铁嘴这话一出张启珊嘴脚微微有些控制不住 你一个大男人说这话好意思吗 这是觉得日山已经保护得了他的意思吗 呵呵 我真是谢谢你啊 我咬牙切齿的开口 以表达自己对骑铁嘴的不满 保命的东西都给他了 还这么坑 简直要气死他了 好好的搁家睡觉不好吗 不对呀 出来的时候张副官那家伙给他关店铺门了没 就在我脑锅乱转的时候 骑铁嘴才堪堪开口 咱呀谁跟谁呀 阿莫 待会上了火车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哈 回去我给你买铝记铺子里的白糖膏 看着一副要大出血的骑铁嘴 我愤怒的扁扁嘴 甩甩头不想看他 我还要桂花膏 雷达滚 糖果子 行 都给你买都给你买 骑铁嘴嘴角疯狂上扬 连连点头答应 这我闹起小孩子脾起来其实超级好哄的 只要顺着他顺毛一般没啥问题 两人闹了一会儿 我觉得甚甚无趣 便抬脚朝鬼火车走去 愣着干啥 不是要干活 听着这话 骑铁嘴迅速跟张启山打了个招呼 然后老老实实的跟在我身后 拿出自己的龟甲默默的算了算 不是佛爷 真要进去 这东西可是大凶嘛 一看这龟甲上的挂像整个人都不好了 虽然我实力强悍 但他可不是真的舍得拿他去烫雷啊 老八 来都来了 走吧 接受限时八明 张启山朝张副官甩了个眼神 迅速朝鬼火车所在的方向走去 此时 骑铁嘴还未进行挣扎 就被张副官武力威胁 暗戳戳地看了旁边的我一眼 阿莫 吃的我回去给你买 那地太危险 你在下面等着知道吗 说完一副英勇就义的样子 就朝着鬼火车走去 我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快不跟上 不是不让你去吗 骑铁嘴这劳道的功夫 跟唐僧有一拼了 我很果断地打断了他的话 直接跟着张副官往里走 给你壮胆 有我再不会有事的 这话就跟定心丸一样 搞得骑铁嘴还怪感动 暗戳戳地迈着小步子跟在我身后 看着骑铁嘴幼稚的动作 走在前面的我嘴角微微上扬 而旁观了两人相处的 张副官莫名有那么一点点撑 把防毒面罩戴上 张启山从张副官手里 接过一个防毒面罩就递给骑铁嘴 但出门的匆忙面罩只有两个 张启山不用 张副官决定把剩下的那个给我 谁知我白白手示意自己用不到 被拒绝的张副官没啥感觉 而旁边已经戴上面罩的骑铁嘴顿时急了 快戴上 万一里面有什么毒气什么的 你一个小姑娘可咋整 我没事 真用不到 你看副官年纪挺小的先给孩子戴吧 我再三表示自己不需要 顺带还把张副官给烧带上了 没办法四个人里就张启山年纪最小 我反而是年纪最大的 要不是这张稚嫩的脸急剧欺骗性 谁能知道我已经快笨三了 被还是孩子的张副官表示 这话大可不必 于是也没再推脱 四个人便开始了探索 一上车我眉头紧皱 下意识遮住鼻子 倒不是里面有啥问题 主要是这阴气味道实在是太重了 再攒攒都能养煞了 阿莫 这里有问题吗 骑铁嘴注意到我的动作 开口问道 问题不大 就是这阴气味实在是太重了 这得枉死了多少人啊 我看着脏兮兮的车厢 那可是相当的嫌弃啊 这不仅有阴气 竟然还有特殊物质 估计是那块云铁中带出来的变异物质 越往里走越嫌弃 阴气味你都闻得到 我只闻到了臭味 骑铁嘴别别嘴吐槽了两句 没办法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咋就这么大呢 这气息里不仅仅有阴气 还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但具体我还真没见过这种东西 说着 我舔了舔嘴唇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 看着我逐渐逼踢的笑容 骑铁嘴打个抖 总觉得这笑容不怀好意 下意识地捡了紧自己的衣服 神秘物质 走在前面的张启珊 听着两人的对话疑惑地开口 毕竟我在他眼中只是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 但是根据短短几分钟的相处 这个人绝对不简单 但却出了骑铁嘴 没人知道我的不简单在哪里 这样的人才是最可怕的 嗯 但具体是什么我还不知道 需要研究研究 说着 从乾坤袋里拿出一个玉葫芦 手中打了绝嘴中念念有词 乾坤一气 欲我者欺 单元寄仰 妙在情细 善观太和 洞察出入 收 一时间 阴气聚集通通涌进玉葫芦中 包括那夹杂的那一丝丝神秘物质 哎 好家伙 你管这叫大夫 何这是到家大佬啊 张副官心里暗戳戳的想着 等回去的时候 一定要给佛爷仔细的讲讲 刚刚发生的事 而此时感受到周围环境变化的 张启珊回过头来 正好瞅见齐铁嘴和张副官 眼巴巴的看着我手里的玉葫芦 不用想也知道 刚刚应该是发生什么事情 才变成这个样子 莫大夫 真是好手段 张启珊笑眯眯的看着我手里的葫芦 这葫芦光看材质应该是上好的和田玉 而且看智识应该是出唐的古董 上面刻满了道文一看就是极品法器 哎 佛爷瞧您说的 我就是一大夫 我随手把玉葫芦塞到骑铁嘴手里 摆了白手说道 不是 你咋就给我了 骑铁嘴看着眼前的玉葫芦 感动的眼泪从嘴角流了出来 恋恋不舍的看了眼 然后无奈的说着 你不是想要 回去找个东西把里面的搞出来 这个葫芦就给你了 还有 把口水擦擦 多大个人了 都没看着好东西似的 我略带嫌弃的看了他一眼 虽说是嫌弃眼神中的宠溺都快溢出来了 真给我了 可不能反悔啊 说着快速的将玉葫芦塞到了自己的小包里 这娴熟的动作每个百八十次做不来 此时 目睹全过程的张副官小同志眼睛都快沾起铁嘴的小包上了 这张白嫩的小脸做着这样的动作确实挺养眼的 于是胡 沉浸在美男的颜值之中的 我按戳戳的把手伸进了乾坤袋里 掏出一个红绿的法器葫芦吊坠塞到张日山手里 给 避邪的 被塞了吊坠的张日山此时脑袋有点猛逼 看着朝他疯狂实眼色的汽铁嘴 以迅雷不及眼耳道灵之时把吊坠挂到了脖子上 顺手塞进了自己的衣服里 感受到凉凉的触感才惊觉 自己这是白转一葫芦 而唯一没有意外收入的张启山下意识摸摸自己这张俊秀的脸 咋的 现在我这张脸是不吃香了 还是没他俩人好看 他算是看出来了 我绝对是个严控 而且喜欢那种文文弱弱的小男生 例如富有诗书七字华的骑铁嘴 以及长相白嫩的张日山 估计要是能跟酒门混熟了 能入得了我眼的也就只有温润如玉的二月红 和那个颜值极高的吴老狗了 不得不说 张启山在这方面真像了 几人把整辆火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车上所有的死者都背面朝上趴着 大部分都是日口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张启山必须快点破案 给上级一个胶带 最终几人从车尾处找到一口哨子棺 也是其中最特别的一口棺材 张启山找人运了回去 很显然 仲在参与的两人也被滴溜到了佛爷府上 我来这长沙这么多年还真没来过佛爷府上 毕竟人家有随行军医 再加上每个重大疾病 整个长沙城水没事往有加一管跑了 这也是我相当险的原因 不是 你咋跟逛街似的呢 咱不是来办正式的吗 骑铁嘴看着在佛爷府大摇大摆闲逛的 我一阵无语 你闲逛归闲逛 总不能表现得这么明显吧 正式 就咱俩 算了吧 我想一会也用不到我们 佛爷的人没那么费 我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句 真当张家的双指探动是闹着玩的 再说了那口哨子官的阴气都快被我说得差不多了 就算诈尸也不会是什么厉害的尸体 顶了天也就是个跳将好吧 很显然我说的确实没错 两人亲眼目睹了一把双指探动的使用方法 然后从哨子官中摸出了一只南北朝时期的戒指 然后众人在其大聪明的提示下 决定前往戏院找对南北朝时期研究极为深入的二月红 我深知这次一定会无功而返 于是决定早早地回家 毕竟还答应陈皮那个小家伙 今晚上请他吃饭来着 但奈何骑铁嘴就跟掌握身上了似的 死死地拽住我的手臂 身脱硬拽 拽上张大佛爷的车 跟他们愉快去了戏院 无视我哀怨的目光 骑铁嘴觉得只要有我在安全感能直接拉满 我和张副官跟在骑铁嘴和佛爷身后进了戏院 正好赶上二月红开嗓 不得不说二月红这嗓子可真不错 坐在一边看着戏默默的磕着瓜子也不说话 毕竟这是跟我也没啥关系 这一一压压的唱的什么玩意 旁边桌上的大汉拍着桌子 吐了口嘴里的茶水 指着台上的二月红耿着脖子就乱汗 把人清出去 别扰了二爷的雅兴 张启山抿了口茶水朝身后的卫兵说道 曹 一个臭当兵的也敢这么放肆 知不知道你爷爷我是谁 大汉不依不饶 在卫兵的驱逐下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瞬间扭头朝张启山放了把暗器 张启山抬手用手上的扳纸将暗器拦了下来 放着冷光的钢针掉到茶杯里 茶杯中瞬间扶起一层青绿色 很显然针上涂满了剧毒 这什么人啊 竟然这么放肆 骑铁嘴站起身瞅着茶杯里的钢针 小嘴巴巴个不停 我见状翻了个白眼默默的磕起了瓜子 顺手给了旁边站着的张副官一把 直接给张副官给搞猛逼了 莫大夫这拿着吃 光哥后面站着不累啊 别说二爷这戏唱的可真不错 说着便懒懒散散的靠在这一背上 以前在道观没什么业余爱好 就喜欢听我大师兄唱戏 第一次看三叔的书 是因为大师兄说里面有个信谢的戏唱的好 但他不知道唱的到底有多好 让我帮他看看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存的什么心 无非是自己快走了怕没人给我解闷了 毕竟大师兄是除了师父之外最疼他的人了 不知不觉我看得吃了 透过这座戏台看向那个一大把年纪 还偷偷下山给我买糖葫芦 从小把我当闺女疼的大师兄 而就在我愣神的时候 二月红已经果断地拒绝了张大佛爷的探梦邀请 拒绝组队的二月红看向随形的我 心中有些讶异 传闻有家医馆的莫大夫是出了名的容颜不老又脾气怪异 却跟自家那凶名在外的徒弟和酒门中 出了名耸的齐八爷成了之交好友 没有人知道我的故事更没人知道我的过去 这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人 与这世界格格不入 可今天他却看到了我的眼神中的眷恋 透过这些台像是看向另一方天地 莫大夫 你觉得二月这戏如何 确实是极好的 我从思绪中醒过来淡淡地说了句 起身准备跟骑铁嘴分到扬镳了 毕竟回家还有事呢 如果想救夫人 就去寻陆火草吧 走到门口 我淡淡地说了句 也不知道是对二月红说的 还是对自己说的 我本想只做这人间的过客 但这些人过得太苦我看不下去 听着这话 二月红精神一阵刚要说些什么 门口已经不见我的身影 陆火草麻像是抓到一线生机的 二月红连装都没卸 便差人去打听陆火草的下落 而此时 骑铁嘴跟我分别之后 就跟着张大佛爷进了佛爷府商讨这件事情 毕竟自己的好友自己还是清楚的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 我中落要是不放我回去做饭 我估计当场就得翻脸 二爷也有自己的考量 毕竟丫头的病 张启山对于这件事情表示理解 但是对于一个南北朝的古墓这群人 又不是很熟悉下去 估计困难重重 一时间难以找到对策 二爷跟夫人的感情极深 想要找二爷出手 怕是不太可能了 张副官闷闷的说着 刚刚在二爷那颗瓜子 嗑多了总觉得嗓子不太舒服 确实是这样啊 不过佛爷有句话我还是要说 我不算了一下 这不绝对大凶呀 这鬼火车从矿山附近开出来的 我们连墓口都没找到 怕是凶多吉少啊 骑铁嘴自从看我从那鬼火车上 收集了什么特殊物质 就有种不祥的预感 凡是能让那家伙精神振奋的 绝对是超级危险的东西 毕竟我看起来懒散无聊 但骨子里的冒险精神 一般人真比不过 有家一管 我刚刚做好饭 这陈皮就卡着点来了 不用看贝楼里一定背着螃蟹 看着样子应该是 先去给他师娘送一筐 才来到我这 来了洗手吃饭吧 陈皮随手将贝楼放在厨房 洗了手坐在我对面准备吃饭 吃着饭的两人也不说话 桌上只剩下吃饭的声音 一时间有一些压抑 我看陈皮这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无声的叹了口气 说说吧 到底咋了 今天从你进门 我就觉得有问题 陈皮鸣乐敏纯 心中极度纠结 最后还是问出声 你说 我师娘的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 这都这么长时间了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今天我去给他送螃蟹 还看到他可血了 唉 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 你师娘的这个病呀 我也说不准 毕竟我没给他看过 不过我给他算到有一线生机 能不能成就看你师父 什么时候能找到了 我无奈的摇了摇头 生机已经给他了 二月红如何找 什么时候能找到 就不关我的事了 不是 你这啥表情 罢了罢了 我给你一瓶养元丹 先给你师娘吃着养养吧 别到时候你师父把药找到了 还没有你师娘就不行了 说着 把药瓶子往陈皮手里一塞 无视陈皮那呆滞的目光 美好气的白了他眼说道 还看呢 不吃都凉了 白瞎我一桌子菜 嘿嘿 我看陈皮吃饭的样子无奈摇头 这孩子怎么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好不容易有个肯对他好的人 就这么没得该有多伤心啊 红府 二月红正在苦恼如何 才能找到陆火草 就看见陈皮火急火燎的跑了进来 手里还钻了一个预制的药瓶子 怎么回事 陈皮你这是急什么 二月红虽心有不满 但这毕竟是自己唯一的徒弟 也就象征性的训斥了两句 师父 有办法帮师娘缓解病情了 陈皮说着把手里的药瓶子 给二月红脸上挂着喜悦 师父虽然严格 但是却待他极好的 师娘温柔对他也好 最比不得我对他好 但是陈皮是个有恩报恩的人 本质并不坏 若有人给他一点恩情 他会千倍万倍的还回去 但毕竟欠我的有点多 所以他决定把自己抵给他 这个是 二月红看着手中的玉瓶 总觉得可能跟我有关系 这个是养员单 是莫大夫给的 他说师娘的身子太弱 等要找到了也不一定能承受的重要效 所以可以先吃这个羊羊 陈皮定了定心给二月红解释 他怕二月红会误会我别有所图 替我谢谢莫大夫 这要来的正是时候啊 二月红随手拔开筛子 一股淡淡的药香味散发了出来 嗅一下便感觉浑身轻松 似乎整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 这样 莫大夫的医术怕是已经登峰造极了 二月红思索了片刻 便将要拿给丫头服下 一瓶药只有15颗是半个月的量 毕竟养员单虽然好练 但药材不太好找 我空间里还有些 但也不多没时间给他再整一些 而且哪一瓶子要 还是我自己练来当零食吃的 嘴里面还加了蜂蜜味道可好了 要不是陈皮那张苦大仇深的脸 我才不会主动把药给二月红呢 先说这张大佛也拜访了二月红之后 便带着骑铁嘴和张任山下了矿山 在走之前骑铁嘴 本来想把我一块给叫上来着 但我已经偷摸摸地去墓里逛过了 也没啥好玩的 那块鱼玉就那么一丢丢 我还不如去吸往母宫 或者青铐门后面自己找找呢 于是我很果断地拒绝了 骑铁嘴的入队邀请 但却付出了一大符纸 整得我多多少少有些心疼 毕竟我那黄纸可是极品啊 跟原剧情一样 三人探幕只探了的皮毛 以张大佛也附伤而告终 完好无损的骑铁嘴和受了伤的张副官 将昏迷不醒的张大佛也送去了红府 二月红去了个火盆用镊子 将张启山身体里的发丝拽了出来 张启山才看他醒了过来 要不咱先把伤口处理处理 骑铁嘴暗戳戳地表示 张副官身上的伤口再不处理就麻烦了 红府叫了下人来给他上药 就在下人要给张副官上药的时候 骑铁嘴默默地从布袋里掏出一杯浴盒 递给那个人 用这个 好的快 张副官把这药一抹上这些就止住了 透明质地的高体涂在伤口上 冰冰凉凉凉的没多大功夫血肉就开始浴盒 估计再过一会连纱布都不用缠了 老八 你这药 这也太好用了吧 清醒过来的张副山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奇药 伤口愈合速度这么快 就算是最好的金创药也做不到这种地步 嗨嗨 就这么一点了 用完就没了 你知道我当初跟他要这个药的时候 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吗 说着 骑铁嘴迅速地从张副官手里把剩下的药膏收回来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塞进自己的布袋 象征性地擦擦自己眼角的泪水 众人看他这细精的样子 也是相当无语 他们不就感慨了去这药不错吗 佛爷 有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 你也看到了这墓底下充斥着危险 随时都可能有诡异的物种冒出来 就单说这头发已经不能算正常生物的范畴了 二月红指着这火盆中烧剩下的灰烬摇了摇头 张启山是长沙不防观 他要查这件事情的始末是不会停下来的 但是他不行 这些年丫头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甚至已经快到穷童落路 好不容易有了一线生机他不能堵 二爷 我知道你在顾虑夫人的身体 所以我也不会请你出手 但是也别再劝我了 这是必须查下去 此时一日不水落石出长沙城就一日不得安宁 二爷 今日真 启山记下了 多日后有需要启山并不会袖手旁观 张启山刚缓过来身体还有些虚弱 强称的身子朝二月红拱手 佛爷您这是哪里的话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还承得了一声谢字 若是真的过意不去 不如帮我打听一下哪里可以买得到陆火草 二月红顺手扶住张启山 无奈的叹了口气 陆火草 可是那传说中可以使为厌弃的陆复活的神草 但确实有好转 所以现在就差那一味药 若是在那瓶药吃完之后还未寻到神草 丫头怕是真的回天无力了 说到最后 二月红的眼眶微红 声音微微颤抖 她深知就算是看在成体的面子上 我也不会一直帮丫头调着命 那药的成分她找人看过 根本分析不出里面的成分 即使是行医几十年的老大夫 都无法分析出里面的主药 当然 二月红这行为我早就料到了 毕竟入口的东西怎么着也得好好看看再吃 但想要看出其中的成分 简直是痴人说梦 先不说有一部分药材是灵质 就算是普通配药 也是被灵泉水灌溉过的 跟普通的药效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说是阿末算到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毕竟阿末的测算能力比我强 齐铁嘴在旁边按戳戳的补充了两句 不过她也没想到我竟然会给丫头测算 要知道我那个混蛋 可是一直把天命放在嘴边的 每回问我 她的结局怎么样 我都会直接给她来一句 天命不可测 然后扭头去给别人算 所有人都算的 可偏偏她算不得 准确来说是酒门的人算不得 她不明白为什么便问了一嘴 只得到一句命数 如今这做法 不就明白着想给丫头改命吗 这家伙是疯了不成 张启珊看着齐铁嘴脸上纠结的表情 一时间有些奇怪 毕竟齐铁嘴是酒门中出了名的话咯 可现在这表情显然是知道什么 老八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说的 听着这话 齐铁嘴迅速反应过来 面上的表情可能是一言难尽 二爷 你还记得我当年给夫人批的命吗 一身命徒多传 红颜易事 而且是死结 但大到五十 天眼四九 顿区其一 只要抓住这顿区的一 想要改命并不难 难的是这一在哪 既然阿末已经告诉你一在哪里 如何抓神兽抓看你 但天命不可为 机会给你了 能不能抓住看你 众人听着这话也是精神一振 这相当于给丫头改命呀 这背上的因果太重 就算是修道中人也会直接避开 破死结 这是随时可能要命的事情啊 这人情欠大了 二爷 我马上回去分分分帮你找 这商路上的事情老九比较懂 我们找他来问问 总能找得到的 二月红在这 先谢过诸位了 我说小九啊 你这都回几步了 你这可不行啊 我无语的看着这个传说中 算无一策的商业器材谢九 让我认识这人这么多年了 反正器材啥的什么都没看出来 就看出这货不要脸了 我这不是毁骑 我只是走错了而已 谢九默默的给自己的棋子换了位置 他就骑了怪了 自从认识我之后 他这下棋就没赢过 这没道理啊 最近我这正帮二爷 打听路火草的下落呢 你这真要给二爷夫人改命 这改命的代价可不小呢 谢九盯着棋盘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突然间话锋一转 晨晨啊 你说你老大不小了 就没有看中的小伙子 我看老五就不错长得好看 很符合你的审美 副官也不错 虽然当兵的那张白嫩的小脸 也挺受欢迎的 我还听说东北张家人命都长 可以陪着你 还有啊 停停停 别说了 我头疼 正常但有时候吧 就跟着老妈子没事的操碎了心 要说两人怎么认识的 应该是血就还没来长沙的时候 在上海地界做生意 而我又是个闲不住的人 便出门旅游了 就知识到除了我这种身怀绝技的人 很少有人出这远门 当初谢九被人追杀 我出手相救 相当俗套的美救英雄 一来二去两人就熟了 也就前段时间谢九回长沙 才晓得我竟是长沙人 而且还这般有名气 你说给二爷夫人改命这是吧 也不能算是我一时兴起吧 小皮过得够苦了 等哪一天我走了 还有人能照顾他 我怕这孩子身边 没了真心待他的人 他会变得失杀成性 我打算九门的事情告一段落 他就去看看 那个降落人间的神明 我不想看着那个苦命的小哥 就此葬在青铜门之后 走 你要去哪 不得不说谢九急了 什么玩意就走 这话整得跟交代一言似的 我只是四处看看 顺便看看那个人 我提起小哥的时候 眼睛里闪过不知名的光 一个背负着秘密负重前行的苦命人 那个人是谁 你是见不到了 不过你孙子可能会见到 不过是局中身不由己的苦命人罢了 这话更像是难难自语 说给自己听的一般 谢九从未见过这样的我 每次他见我都是笑嘻嘻的模样 却从未这般伤春悲秋 莫名的有些心疼 京城那边传来消息 这新月饭店两天后 要进行一场拍卖会 这压州的拍品就是陆火草 谢九抿了口茶 缓缓地说道 不过这新月饭店规矩较多 在京城也是地头蛇般的人物 所以这新月饭店怕是要亲自去一趟了 知道陆火草这要笑的人 也不在少数 怕是到时候会凭钱不少麻烦 而且新月饭店只认钱不认人 所以钱一定要准备足了 钱好说我洪家虽不算首富 但家底还是有的 但新月饭店的邀请函 二月红皱着眉头 时间不多了钱好凑 就是这新月饭店的邀请函不太好搞到 想拿到新月饭店的邀请函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对新月饭店有重大恩情的 显然我们不符合条件 第二种就是西北来的彭三边手里有一张请柬 从西北到京城中间会途径长沙 我们大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给劫了 谢酒缓缓说出可行的路径 最后张启山拍板 决定路上把人劫了 前往京城的火车上 二月红带着丫头和张启山坐在一起 此时扮成算命先生的骑铁嘴混迹在火车上 而就在骑铁嘴往彭三边车厢所在的方向走的时候 遇到了他一点都不想遇到的人 不是 阿莫你怎么在这 去京城办点事 就在两天前我接到引新月的信 说是新月饭店要举行拍卖会了 他爹想邀请我去参加拍卖会 据说拍品中有一面镜子我应该喜欢 心里还有那件拍品的画像 我一看 好家伙 这不就是当初我在长拜山见到的那面水镜吧 想都没想收拾东西就往京城赶 这不就巧了跟骑铁嘴他们撞上了 行吧 佛爷他们在隔壁车厢 要不你去他们那个车厢 路上也好照应 也行 反正我也要去新月饭店 你 注意安全 说着就往张启山他们所在的车厢走 骑铁嘴见人走了又搞得神圣叨叨 朝棚三边所在的方向走去 阿末 你怎么在这 张启山看来人一时间有些猛逼 他属实没想到 我竟然会出现在这 看样子应该和他们同路 我也要去新月饭店 那里正好有我想要的东西 我柔柔发痛的眉心 自从昨天看到那张图之后 就一宿没睡着觉 今早上整个人都不好了 要不是这东西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才放心 我绝对不会单独跑这一趟 正好我们需要搞到请柬 阿末可以跟我们一起 张启山缓缓地说着 但看我这烦躁的模样 估计是又一整晚没睡 我不跟你们一起 毕竟一起的话目标太大 再加上我有请柬 如果你们暴露 我可以直接帮你们拍下来 我柔柔眉心 倚在椅子背上 声音多少有点虚弱 顺手从乾坤袋里 掏出一枚丹药吃了下去 这是你生病了 摸清情况 匆匆而来的奇铁嘴 看着我吃药整个人都炸了 也不管现在在哪 就拉着我问了起来 安神 我淡淡地回了句 然后静静地椅在椅背上 之后就睡着了 我就这一会儿功夫就想拍 要是拍不到我就抢 在这除了天道老狗 应该也没人是他的对手 再加上这方世界灵气充足 简直就是将我的力量 进行了超级加倍 就在我睡着之后 二月红和张启山 从彭三边手里拿到了请柬 还把彭三边搞下了火车 一时半会 应该也追到京都了 等他找到京都 张启山估计已经拍到路火草了 我看着姐姐下了车 才慢慢地理了理 长跑下了车 在外面叫了辆黄包车 就往新月饭店所在的方向走去 正好看见气铁嘴和张启山 上了尹新月的车 富裕的低头轻笑 尹新月这丫头倒是古灵精怪的很 张大佛爷这媳妇估计是跑不了了 新月饭店 我拿了停检给门童 就正好看见张启山等人进门 两方人马擦肩过 互相装作不认识 如果气铁嘴那家伙 不往他身上乱瞅的话 这演技能拿奥斯卡小惊人了 几位楼上请 尹新月扮成的小丝 直接带着张启山和七铁嘴上了楼 而我则是去了两人的隔壁 一墙之隔 这距离倒是有些粗不及防 送完张启山等人的尹新月 扭头就进了我的包厢 大大咧咧的往那里坐 跟着大爷似的 我还以为今年你又不来了呢 这次拍卖会有我想要的东西 我抿了口茶 淡淡的说道 以前不爱来就是因为尹新月这个话老 老到起来可真一点都不比解酒差 而且这孩子一天到晚 就爱问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感觉把自己脑子里的故事都给讲完了 从西游记这些古典名著 讲到金答大的小说 再到追天 完美世界这些网络小说 再讲下去 我得给他讲霸道总裁文了 那这次能多留几天吗 我都好久没见你了 你是好久没听我讲故事了吧 我无奈的叹了口气 这次不能多留回去 还有一件大事要做 不过我感觉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 真的 行 那下次再见你 一定要把霸道军阀爱上我讲完 尹新月高兴的差点就蹦起来 要不是这包厢隔音效果不错 对了 新月饭店收黄金珠宝吗 我想想自己的存的银票是不少 但是到时候帮张启山拍露火草可能不太够 收啊 黄金可以直接作为交易货币 珠宝的话可以让健保师傅帮你对一下价格 尹新月远想都没想直接开口说道 当年我救了他家老爹 新月饭店就差把我当祖宗供起来了 即使不要钱也个无所谓的 那你喊健保师傅吧 说着随手一挥地上 直接出现了两个差不多一立方的箱子 尹新月对于我的到处已经见怪不怪了 毕竟也是看多了不是 然后快速上前打开箱子 金灿灿亮晶晶的直接闪花眼 即使不用健保师傅 看隐心月也知道这箱珠宝是极品啊 再看看旁边箱子里的金砖 好家伙 土豪静在我身边 这价值得一两百个亿了吧 别说那面镜子 剩下的岂不是随便挑买下也是分分钟的事吧 果然 人类的悲喜是不同的 你那不是废话 阿莫娜的茶叶是自己配的要茶 全国境内还找不出一盒跟他一模一样的茶叶呢 张启山虽说也觉得茶叶味道不太对 但毕竟一大老粗有的喝就不错了 再说两人是来办事的 就不是专门来喝茶的 一天天有啥可挑的 佛爷 我就吐槽两句 不过这些月饭店确实名声在外 这个地的人来了不少 看穿的都是有钱人啊 骑铁嘴杂杂嘴 作为酒门中最穷的存在 不得不说他有点酸 那也不一定 你看阿莫的穿着能看出他是有钱人 他可是比谢酒还富裕的存在 就当初阿莫给你的那个鱼葫芦 可值个几千万呢 张启山淡淡的说了句 别以为他不知道 这些年光过生辰的时候 我送他的东西加起来 零零总总也能值个几亿资产 比骑铁嘴自己的身家都值钱 当然 骑铁嘴倒不是图那点钱 他是图奈上面的保命手段 而我也了解他给他整礼物的时候 都给他刻上了阵法 还在包装盒里放上了使用说明 生怕他不会用 嗨嗨 这是能不能不要再提了呀 骑铁嘴不好意思的挠挠后脑勺 我先出去探探位置 能够直接搞到手最好 如果搞不到 我们也要把他拍下来 不过不要担心 有阿莫给我们兜底呢 张启山说着借库上厕所 瞬间消失在走廊身处 张启山顺着走廊 寻着蛛丝马迹找到了藏宝阁 还没等进去 这位拼奴发现 好在伸手灵敏迅速逃脱了追捕 在藏宝阁门口 遇到了正从藏宝阁出来的尹新月 当然 是女装的尹新月 是你 彭三爷 这是迷路了吗 要不要我带你去包厢 尹新月心思一动 也不拆穿张启山的身份 笑眯眯的说着 那麻烦了 张启山礼貌的拱拱手 便跟着尹新月回到了包厢 骑铁嘴看到张启山回到包厢 迅速迎了上去 看这败心而归的样子 估计是失手了 所以这是怎么回事 失手了 新月饭店的听奴耳都太好使了 我刚到藏宝阁门口 就被他们发现了 张启山操这一口长沙话 生怕听奴在听见 我刚刚看阿末去了我们隔壁 到时候若是真的拍不下 就只能靠阿末了 骑铁嘴不由的皱了皱眉头 也只能这样了 张启山叹了口气 坐在位置上等着拍卖开始 当当当 楼上响起一阵锣鼓声 意味着拍卖会马上开始 众人纷纷坐在位置上等待上拍品 第一件拍品 重归重举 被一个土豪拍下 下一件拍品 西周青铜古镜 起拍价200万 青铜古镜一出现 周围便泛起冷光 只看年份就是一件不错的拍品 再加上影影闪光的一项 一时间还在观望的老手边叫起价 300万 400万 3000万 最后一路涨到3000万 在众人看来 这样一件青铜器 已经算得上天价了 就在这时 躺在椅子上 懒懒散散的我开口了 一个亿 一个亿 此话一出众人哗然 只是一个青铜镜子罢了 年份昨天好看一点 可以说是别无用处 可偏偏就有人愿意 用一个亿去买这面镜子 佛爷 刚刚那声音我没记错的话 是阿末吧 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 起铁嘴一脸不可置信 从3000万到一个亿 中间连报价的都没有 就这么喊出来了 他寻思着 如果我拍不下来的话 估计是想直接出手抢了 很显然 起铁嘴真相了 是阿末 这面镜子你发现里面的不同了吗 看阿末这架是怕 是不得到绝不罢休了 张启山嘎嘎嘴 他实在没看出 这玩意到底哪里之前了 这镜子看表面的流光 应该算是一件奇物 不过我估计阿末看到的 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 起铁嘴 看着平台上的镜子 眼睛微眯 让人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当初他在火车上 看到我的时候就觉得奇怪 那个眼神他从未见过 就像是透过时间 去看另一个世界一样 而就在这时 拍卖员手里的小锤敲下 这面镜子最终到了我手里 新月饭店的规矩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所以尹新月从我账户里扣完钱 直接就把镜子拿给我了 我就想不明白了 这面镜子到底有什么好的 你非要把它搞到手 尹新月拖着腮帮子 圆瞅着这面古镜 脸上全是纠结 我没理他 直接抬手将整面镜子捏碎 看着这操作 尹新月表示自己的世界观崩塌了 所以用一个亦买的面镜子 就是为了捏着完 只见镜子碎裂之后 中间露出一个加层 加层中有半块保水晶一样的碎片 为啥说是碎片呢 这毛边一看 就像是镜子摔碎了之后留下的 这镜子里竟然还有东西 尹新月深知这些古董玩物 都是经过多重鉴定才会拍卖的 但实在没想到 这其貌不扬的镜子里竟然暗藏玄机 就在这时 我从乾坤袋里取出一个预制的盒子 盒子里竟还有两块一样材质的水晶 它是这块水晶剩余的部分 三块水晶拼在一起 正好组成了一块菱形的镜面 煞时间水晶重组完整的形象 出现在两人面前 我拿着这块巴掌大的镜子 嘴角带着苦笑 别人看不见我可看得见 这面镜子上只有两横子 执念不去 神界不容 所以 我从登天梯上跌下来是因为执念太深 这三叔那坑 可谁谁不生执念 天哪 这竟然是面镜子 不过这镜子有啥用 我咋没见过这种材质呢 尹新月看着眼前的镜子格外新奇 身为新月饭店的少东家 他什么好东西没见过 可偏偏他连这镜子的材质都看不出来 这又是天水晶 你要是见过那才叫奇怪了 如果硬说它的作用的话 应该是传讯吧 和我说到这讽刺一笑 不知道在笑狗天道 还是在笑自己 尹新月看我这状态也不问了 就坐在一边磕瓜子 等着最后一件拍品 最后一件拍品 陆火草 蓝蛇胆 麒麟结 三件拍品进行盲拍 说完 高台上出现了一个木制的盒子 盒子不拓光 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拍品 第一件 底价一千万 当 彭罗声响起 竞拍开始 佛爷 怎么办竞人是盲拍 不用管 只要三个全拍下就不会有问题 被敲响 张启山开门一看竞说 你这 无妨 我白白手失忆 从他们进行